釐清兩條人命的真相 海軍也將啟動行政調查 我想我們都有所謂的法定程序 我相信海軍署應該有 他們內部的行政調查 那司法單位有司法單位的調查 目前我們沒有新的進度 可以跟各位報告 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升高到政治層面 離環間兩岸緊張情勢 知怕更遙遙無期 現在是兩岸相關了 出團到中國旅遊 限定開放三個月 但是從六月開始 兩岸的觀光僵局到底要如何解 交通部長王國才就表態了 說除了等對岸釋出善意 也請旅行業者勸說對岸 開放陸客團來談 但是這番言論 讓旅行業者相當不滿 直接說旅行業者 並非官方的單位 他們也不方便跟對岸談論 政治部分 出團到中國旅遊 從3月1號限定開放 短短三個月 6月起又得再進團 交通部統計 今年3到5月 對共4000團10萬人 如期到中國旅遊 只是6月起 兩岸觀光僵局要如何解套 交通部長王國才喊話 要請業者多幫忙 你說你們帶團到大陸的話 在那晚的時候也讓對方 了解到他們應該是讓 觀光客趕快過來 我跟你講我也請他們 要做這個努力 王國才要旅遊業者帶善意給對岸當說客 讓旅行業代表蕭伯仁不滿 直言兩岸從1992年開始就沒有雙向開放觀光 現在卻突然說要對等 尤其針對陸委會說 單方面開放會造成兩岸觀光龐大逆差的說法 業者更質疑台灣跟日本泰國等地同樣是有逆差 為何就兩條標準 從以前來看的話當然都是我們台灣這邊先人間過去 然後一切水到渠成以後兩岸關係 覺得感覺不錯了以後 然後自然而然還就開放了 我覺得這是營造要營造一個氛圍啦 觀光署是計畫一千兩百萬人嘛 如果大陸在四年前兩百萬 扣掉兩百萬要破一千萬是不容易的 飯店業者重生想衝刺一千兩百萬觀光客來台目標 不能獨缺陸客 建議政府兌現選前承諾 兩岸關係衝擊觀光產業 但要民間幫忙推動再度惹議 記者綜合報導 醫療部分的電影來關注的是 衛福部正式韓副醫師公會 即日起取消醫療院所的掛號費上限 回歸市場機制之後 現在已經有不少診所都開出第一艙 貼出了掛號費新制 還有的診所預告4月1號就會調漲 而且兩個月之後會再漲一波 現在有很多民眾就反映了 說其實最近的自費醫療項目已經越來越多 回診的頻率也縮短 如果再漲掛號費下去的話 是完全沒有替民眾著想 對此也有專家直言說 全民只要進入不能生病的年代 天氣轉冷一早就有不少民眾掛病號 職位服務才剛公告醫療院所掛號費 可以不設上限 讓收費回歸市場機制 就診所開出調漲第一強 庫座18號就要調漲 如果是成人一般出診200塊 副診費用則分成平假日 又中醫診所貼出公告4月1號調第一波 兩個月後還要再漲 不少醫療院所則在評估中 如果現在這個實在是通貨膨炸太嚴重 大概最重要是員工的薪水 我就需要思考一下了 這是綜合考量下才會做的一個決定 在短期之內 我們並沒有立刻調漲的一個計畫 但是我想長遠來看 勢必還是會有調整的這個時間 一屆報院看一個病人比一塊雞排還便宜 但民眾說其實最近幾年自費醫療項目 已經越來越多 他慢性病患者發現原本固定 每兩個月回診領慢性處方間 一次可以領28天份的藥量 最近突然變成21天 等於跑醫院頻率增加 如今還要調整掛號費 等於完全沒替民眾走響 人健保不用寫 自費的話可能增加個 譬如說幾千塊 連續處方前有變貴 都不想生病 專家更直言 全民將進入不能生病的年代 對於政府討好醫療的做法令人不解 從公平會的開發紀錄看到有聯合調帳 這個扣號費 醫療服務不能類比為一般的商業行為 不能單純的用市場機制來對待 日常開支可以減少 但醫療費用卻省不了 就怕對經濟弱勢而言 更沒有生病的權利 記者未提成建國 特別報導 另外看到有醫師無奈的發文 說自己的患者經常不聽却 沒有待在病房裡頭 反倒跑出去抽菸 結果健保署審查之後 以病人經常外出為由 砍掉住院費用3.1萬 也就是病人支付大約7萬的住院費